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自从戴森开创了多追气旋无绳吸尘吸这个品类之后呢 就横扫了全球市场 但不得不说啊 国产这两年呢 追赶速度也是非常的快 这次啊 我们上手了Digital Slim Fluffy Extra 它究竟怎么样啊 我们理论结合测试呢 给大家讲解一下 戴森的产品线从2000的V7到5000的V11 随着吸力和功能的提升呢 重量也越来越重 我们年初评测的V8 Slim呢 就是V8的轻量版 这次的Digital Slim的价格定位啊 应该算是V11的轻量版 但拿上手以后啊 第一感觉就是它太轻了 整机重量只有1.82千克 甚至比V8 Slim还要轻 管过家务的人都知道啊 每次拿起吸尘器啊 都是要下一番决心的 那轻呢 是可以直接降低每次清扫的心理障碍 那它是如何轻下去的 会不会哪里有些缩水和阉割呢 我们分部分来看 首先啊 它的核心呢 仍然采用的是Hyperdemium马达 可以监控电池的情况 并且计算剩余的续航时间 还能监控气流啊 来分辨是突发性的堵塞呢 还是清扫时候啊 需要日常的清理 这些啊 全都会在液晶屏上清晰显示 那之所以这个产品命名为Digital啊 就是为了凸显马达的智能 机械部分呢 体积要比V11更小 我们询问工程师以后得到的答复是啊 造型呢更加狭长 增加了液片的面积 提升了效率 液轮的位置呢 靠后啊 通过轴向流动的 让温度更低的空气啊 给马达去散热 这些改动呢 全都是为了体积缩小的同时 尽可能的还能不降低吸力 当然了 对噪音呢 可能会有点影响 官方标称吸力也是小降到了100空气瓦特 关于吸力呢 我们以前的评测当中呢 全都提到过啊 就是 深层清洁地毯啊 以及储满需要强大的吸力 但是在硬质的地板上啊 对吸力的要求呢 可以适当放宽 中国的家庭呢 大多数啊 属于木地板啊 瓷砖这种硬质的地面 加上小部分的这个地毯 所以呢 理论吸力重要啊 但不是绝对核心的那么重要 还需要马达 气旋 设计体验等多方面的平衡 在硬质地板上吸起碎屑后皮尘呢 更多的是考验吸尘器的静压吸尘能力 静压吸力呢 除了马达之外啊 这还跟吸头的封闭性和风路设计有关 Digio Slim的滚刷呢 比V11轻了350克 大约45% 体积减小 高度降低 额定功率呢 30W降到了15W 滚刷直径缩小 全包裹的软绒呢 可以在硬质地板上卷取一些细小的灰尘 两边呢 增加了凹槽 这可以更容易的应对一些边角的情况 吸入口变小了 但是过渡处呢 是由急速的转角呢 变为弧形的设计 根据看它效应 气流会更加的贴紧这个面 会更容易的被吸紧吸头 整体而看呢 它的吸头变小了 但是结构上更加合理 当然了 以上都是理论的推断 那变小的吸力加上改建的吸头组合起来是什么样的效果 我们用瓜子皮 饼干屑 华石粉组合起来的样本呢 来模拟不同大小的颗粒 进行吸力实测 每平米几十克的程度啊 Digital Slim都可以轻松应对 大约上升到每平米180克的时候 大约已经是这样一个脏的程度了 才会出现 Digital Slim和V11之间的差异 而且这个差异主要原因还是进气口被卡住 这个吸尘器除了吸力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沉气分离的能力 我们曾经多次讲解过气泉分离技术 这个气体和大的颗粒先在集尘孔里面进行依次分离 然后呢 一些非常细小的灰尘呢 会跟随气流进入到一个一个很小的锥形气泉当中 再进行二次分离 之所以说它非常重要 就是因为它如果分离不到位的话 灰尘就会进入到叶片 进入到后置的滤网 给滤网增加非常大的压力 做密了影响出息效率 做稀松了以后呢 灰尘就会直接扬到室内空气中二次污染 时间长了以后还会形成堵塞 降低吸力 影响吸尘器的使用寿命 尘气分离的好坏 主要就看机身的设计了 V11的气旋和主机部分呢 是分体的 而Digital Slim呢 是一体化成型 可以减少使用一些密封电圈和螺栓 这使得机身比V11轻了大约35% 跟V8不同之数呢 是在于Digital Slim的集尘筒 它跟风路是一条直线 不会打一个弯 效率会更高 但集尘筒的直径由10.8 缩到了9.5 会稍微影响一些一级分离的效果 二级分离的气旋呢 是由14个降为11个 但是结构进行了改进 体积缩小的同时 增加了进气的宽度 同时呢 更加弯曲的切角可以减少气流的摩擦 从而大大提升了气流的速度和低吸力 当然了 以上还是理论的分析 现在呢 很多国产品牌也都在宣传自己的多追气旋分离技术 大家呢 也都知道 国产的模仿能力是非常的强 但无论厂商怎么宣传 那测试是不会骗人的 我们让吸尘器的主机部分吸入等量50克的华氏粉 由于华氏粉的颗粒非常的细小 所以大部分呢 会被带到二级的气旋追体里面 全部吸完以后 再把机身筒的灰尘进行清理 得出前后的重量差 谁清理出血的灰尘越多 说明谁的气旋分离效果就越好 经过测试 Digital Slim 在机身筒中分离出了48点几克的华氏粉 机台国产呢 其实也都非常接近 但还差了那么一点点 而这些没有被分离出来的灰尘啊 就是进入到主机和滤网中的那一部分 此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变轻的点呢 就是电池 DG Slim 的电池呢 降为5节的1860 但是最关键的是 它变成了可替换电池 其实呢 以前有些人对戴森最大的不满啊 就是用的时间久了以后 电池续航呢 会有阵程度的下降 但是可换电池彻底解决了这刚需啊 并且还不用再担心续航的问题了 我们测试下啊 单块电池低档可以工作47分钟 中档啊 可以工作29分钟 这个成绩呢 并不算高 但是中途只要换一块电池啊 就不用再管你的房屋有多大啊 全都能搞定了 戴森呢 也没提到这个电池的售价啊 但是希望不要太贵啊 或者是大房子的用户可能都不在意这个价格 这些部分啊 组合起来就是DG Slim变轻的主要原因 还有一点啊 不得不说 就是它的结构呢 进行了合理的优化 如果我们把吸尘器简化为一个杠杆 那支点呢 就是中指的托举处 靠手腕的下压力来移动吸尘器 这是我们日常清扫时候最常用的动作 DG Slim呢 把重量较重的气旋结构和电机部分呢 放的更加靠后 重心后移 力比就变短 下压力呢 也需要的更少 在我们的测量下啊 DG Slim不仅是机身重量最轻的 也是下压需要用力最小的 这样很多力气小的女生呢 也可以单手使用 还有一个比较容易让大家忽视的点啊 就是吸头了 戴森呢 很多型号低配和高配的差异啊 忘了就是配备的吸头多少 那这个呢 很多人不太在意 但其实呢 不少人家里边啊 已经有了一个扫地机器人 这时候吸尘器最重要的任务啊 就是承担了家里边高 中 空间 以及啊 边角处的清扫任务 那不同的吸头呢 应对不同的场景这就比较重要了 DG Slim除了软绒主吸头之外呢 还配备了床入 宽嘴 窄缝 还有这个缝隙吸头 其中窄缝吸头呢 竟然还有照明 一个底部 一个高处的转换头呢 更是在清理卫生上的 他死掉的时候啊 非常的顺手啊 这些啊 可能都是我平时没有奢望过的便利 DG Slim的主要宣传点呢 就是为了中国家庭做了针对性的改进 最重要呢 就是尽了一切可能 让它变得更轻 我们最后再梳理一下啊 它这些所改动的点 看看是真的是有用的针对性改进呢 还是阉割缩水的借口 首先啊 马达和吸力有了变化啊 认为我们不像老外大号分那样全是地毯 降低了深层清理地毯的效果 而配合改进以后的主吸头呢 在硬质地板上的效果呢 并没有明显的降低 改进了系统的风路 并且延续了良好的尘气分离效果 降低了电池容量 但变为可替换电池 主吸头呢 不用硬币就可以徒手拆卸 吸头刷条 集成桶 一体式的前后滤网呢 都可以水洗 并且啊 根据人体工程学 手柄呢 变小了 按键呢 圆弧更加贴近的小手型 这些变化导致了Digital Steam成为目前最为轻便的一款无声吸填器 我觉得啊 国产呢 在学习戴森过去的成功经验和功能结构上 确实进步的很快 但是此时的戴森呢 又已经在轻型便利上有了大会的提升 而在功能不减的前提之下 每轻一克全都是强大技术啊 积累所带来的结果 那Digital Slim值不值得买啊 取得于你对清洁的要求 普通家庭呢 扫着一机器人转一下就可以了 那稍微有点要求的啊 比如说我呢 更喜欢价位低一些的V8 Slim 而对环境卫生呢 要求极为苛刻的硬质地板家庭 轻便的Digital Slim就是你最好的选择 极致轻便 可换电池 尤其是各种吸头呢 更体现出戴森对清扫的深入理解 大家好啊 618爱否配件的促销活动呢 也马上要进入到高潮 16号0点0分开始 前10分钟下单的抽30名免单 前一个小时下单的抽70名 送10元无门卡券 活动期间呢 满三件还能打八折 还可以满额或者说是分享或者抽象机会 另外我们推出的新款iPad磨砂电竞膜以及全新设计的T恤都非常值得推荐 最后就是如果大家关注吸尘器的更多细节方面呢 可以在周五6月12号晚上8点来到B站的爱否直播间 我们会有更多评测里面没有提到的点 可以再跟大家一起聊聊 好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欢迎投币点赞和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